最近,娱乐圈似乎被大小S姐妹所主宰,每天都有令人惊讶的消息传出,甚至比一些家庭肥皂剧还要精彩。 然而,一向以恶言相向而闻名的大S突然转变了形象,让世人又再次对她刮目相看。 最近,大S却出人意料地对汪小菲示弱,引起了众人的关注和疑惑。 有人猜测她是因为没有钱可花了,才会有这样的改变。 为了让外界理解她的转变,大S甚至发布了一份公告,她拿出一对儿女作为护身符,并公开表示孩子需要父亲的陪伴,希望网友以及媒体不要对她进行封杀。 如今,大S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,她开始向群众示弱,表达了自己从未有意想要伤害汪小菲的行为,并且对前婆婆张兰也是非常尊重。 她希望两家能够和平相处,不要再有任何纠纷。 同时,她还强调自己从未想过要独自霸占孩子的单独监护权,而是认为父母应该共同享有这个权利。 自从大S和王小菲结束了他们的婚姻后,他们在孩子的抚养问题上就产生了严重的分歧。 而这个问题在娱乐圈中引起了巨大的关注,吸引了无数人的围观。 大S坚持要争取孩子的抚养权,而王小菲则坚信自己有能力更好的照顾孩子。 经过漫长的法律斗争和媒体报道,这场争夺战似乎进入了僵持的状态。 如今,大S为了能够重新回到王小菲的身边,又来说孩子是需要父母一起陪伴和共同抚养。 正如长言所说,世事无常,命运变换莫测。 大S曾因使用违禁品而遭受全网的指责,然而这一事件似乎已经被人们遗忘, 但没想到他与前夫的家庭再次卷入了纷争之中。 从王小菲飞往台湾接孩子的那一刻起,王家和大S的家庭就开始了一场看似无休止的争吵, 也成功地将公众的注意力转移到了其他地方。 如今,媒体接连曝出多个轰动的新闻,突然传出, 王小菲和大S准备复婚,的消息,故事的发展简直让人难以想象。 像当初,大S和王小菲初次相遇后便很快走进婚姻殿堂, 尽管大S并不害怕所谓的婆媳关系。 然而,她对于北京干燥的气候感到不适, 因此选择了长期居住在台湾的娘家里, 这导致王小菲不得不平凡往返于台湾和北京之间, 为此她做出了很多牺牲。 可是面对这样一个好丈夫在她身边, 但大S却没有珍惜, 反而在生下孩子后还向前夫提出了离婚。 为了确保自己的生活质量不受影响, 还强迫王小菲签署了许多不公平的离婚协议, 并在离婚后继续滥用前夫的信用卡,挥霍无度。 然而,令人好奇的是, 大S离婚后竟然找了一个经济能力较弱的韩国男子作为她的新任丈夫。 这一举动让许多人感到困惑。 更令人愤怒的是, 他们婚后不仅继续依赖王小菲的财产, 还在她购买的床垫上睡觉和亲热。 不得不说, 韩国老似乎拥有非常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, 毫不在意地躺在残留着王小菲气息的床垫上, 竟然也能够安然入睡。 从大S毅然决然地投入到韩国, 过气明星、聚俊叶的怀抱时, 他们的这段婚姻就未得到群众们的祝福。 反而到处都是关于聚俊叶的一些负面新闻, 如雨后春笋般涌现。 有网友们指出聚俊叶的年龄较大, 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, 甚至连新婚购买珠宝给大S的也都是靠刷王小菲的信用卡来透支。 然而,这些只是冰山一角。 记得有一次, 聚俊叶在一档节目中, 光着生子四处寻找美食, 完全不顾家中还有一个女性母亲, 赤裸裸地暴露在观众面前。 另外,韩国媒体曾亲自曝光她之前的一些不良行为, 比如对待儿童时特别不太友善, 并且还强迫过小孩吃食物等不良行径, 这让王家不仅感到害怕还替一对儿女担忧。 现在,整个媒体界都在传大S明明知道聚俊叶的为人, 却坚持选择与他共度一生, 并且还让他到中国台湾省定居。 甚至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, 大S开始变得很过分。 与这位年长的光头佬在一起, 他完全转变成了一个富婆, 无论光头佬对他提出任何物质上的要求, 大S都毫不犹豫地满足了光头佬的需求, 甚至给他买衣服、买食物, 一切都主动为他买单, 这让网友们都感到难以置信。 然而,令大家意想不到的是, 大S竟然是用王家给孩子的赡养费来满足旧爱的欲望, 他的这种行为彻底让人心寒。 如今, 大S的处境在台湾变得很似糟糕, 最近这段时间以来, 他被皇子脚曝出涉及违禁品的丑闻, 导致他的精神状态出现了严重问题。 与此痛时, 巨君业利用探亲卫借口, 赶忙跑回韩国后就一直忙于工作, 对于爱妻的状况似乎漠不关心。 这也引起媒体界对他们俩的婚姻产生了质疑。 从事件发生到现在, 巨君业从未站出来为爱妻辩护, 而是任由他受到媒体的谩骂和攻击, 自己则忙于演出并与女粉丝保持亲密关系。 另外, 最近有报道称, 7月21日巨君业在韩国举办了一场狂欢派对, 这个消息一出立即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。 据报道, 派对上有许多年轻的女性, 大家都穿着非常性感的比基尼, 在泳池里尽情狂欢。 然而, 这个事件被台媒曝光后, 许多人都感到很似惊人, 导致大S的母亲在得知此情况后受不了压力的打击, 并住进了医院。 目前大S正面临着婚姻危机和个人困境, 这让网友们对他未来的走向产生了种种猜测。 有一些网友对他表示了同情和支持, 希望他和家人能够尽快度过这个艰难时刻, 并过上幸福的生活。 然而, 也有其他网友们对大S一家人的行为表示了不满, 认为他们之前的恶作剧应该受到应有的惩罚。 不过, 从目前的种种迹象表明, 大S和韩国老的婚姻可能已经走到了尽头, 他们无法再继续共同生活下去。 从巨俊叶在韩国的行为来看, 两人之间的感情已经无法回到过去。 最近, 巨俊叶在韩国首次接受媒体采访, 当主持人问及他们夫妻的关系时, 巨俊叶立即陷入了沉思。 不过与以往不同的是, 他没有再像往常那样表达对大S的深爱, 而是表达了自己无法给予他更好的生活。 这种表态非常明显, 似乎在传达他的收入根本就无法满足大S的需求, 他希望爱妻能够寻找其他更优秀的男士来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。 因此, 还没推测巨俊叶对这段婚姻已经产生了其他想法, 并有意地暗示大家, 他将会离开大S。 但不得不说, 在巨俊叶和大S的这场婚姻中, 女方平时的表现确实给人有一种很强势的行为。 众所周知, 大S本来就是一个有着强烈控制欲望的人, 非常喜欢将他人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下。 对比之下, 巨俊叶已经年过半百, 还显得有些弱势。 此外, 他在台湾省的地位和财力也远不及爱妻, 这使得他在家庭中只能扮演奴仆的角色, 甚至连爱妻想要上个厕所都要他抱着去。 面对这样的婚姻, 怎么能够持久下去? 目前, 台湾流传着巨俊叶和大S即将离婚的传闻, 已经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。 如果他们真的走到了离婚的边缘, 那么王小菲是否会接受前妻的过去, 重新与他修复婚姻关系呢? 根据以往的迹象来看, 王小菲与大S复婚的可能性是相当高的。 回想起当初, 为了不伤害大S, 王小菲甚至愿意放弃两个孩子的抚养权, 这已经显示出他对前妻的感情依然深厚。 此外, 最近大S也多次表现出向和前夫重新开始的意愿。 因此, 目前王小菲与前妻复婚的可能性也是相当大的。 如今, 大家都知道大S被巨俊叶抛弃了, 但他也成功将局面彻底反转, 并利用两个孩子作为借口, 让王小菲重新回到自己的身边。 为此, 有知情人透露, 大S已经向王小菲坦白了一切, 并希望他能够放下过去的纠葛, 为了孩子们的成长和教育重新开始。 然而, 有台媒曝料称, 目前王小菲和前妻已经坦承相对。 另外, 王小菲被前妻的这番言论深深打动并同意与他复合。 为此, 有消息人指出, 王小菲最终还是将大S推上, 汪夫人, 的位置。 但值得一提的是, 目前大S还打算带着两个孩子准备长期定居北京, 并且还将自己的演艺事业转移到北京来发展。 往后更是将全心全意为这个家庭付出一切努力。 但是, 对于大S目前所有的表现, 有知情人士称, 其实王小菲自从和前妻分开后, 她一直对于大S的感情仍然难以忘怀。 现在前妻请求她能够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家庭, 她也是非常乐意的。 其实王小菲一直都渴望能够一家大团聚, 所以当大S向她提出了复合的想法, 王小菲立马就答应了。 再次, 我们也祝福汪总一家子能够健健康康, 并且过上幸福和快乐的日子。 好了,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,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,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, 感谢大家的支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